各位数位创新国际趋势论坛的贵宾,大家好 首先,想要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和在座各位分享一些对未来世界的想法 在4G的时代,除了各种网络平台创新的商业模式 让我们大开眼界之外 连带衍生出来的自通安全、隐私和自主权、数位含融等等的议题也同样重要 换句话说,技术的迭代、创新 不只制造了新的机会,也同时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样的道理,接下来当5G普及的时候 和万物联网、机器学习这些新兴技术的结合 碰撞出来的应用服务,将使相关的产业都出现革命性的转变 也会重新定义你我生活当中的许多面向 社会和产业的改变,势必更加快速 不过呢,台湾各界的朋友从来都不畏惧改变 我们不但经验丰富、勇于创新 更有能力为全世界做出示范 这个就是台湾暖实力 台湾Can Help的精神 事实上,从产业创新到社会创新 台湾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于 政府、企业和社会之间能够建立互信 彼此合作,让这三股力量相辅相成 而不是互相抵消 最后,感谢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的安排 以及在座各位的贡献 我想预祝活动圆满顺利 大家满载而归